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现在就是中医在美国这边来开业 得到的这样的行医的证书是针灸师 另外我看到有一些报道 在美国一共有50个州 加上哥伦比亚华盛顿特区 这种关于核发中医针灸师的执照 是各个州的权利 并不是所有的州 50个州加一个特区 可能只有华盛顿特区和29个州 我看到一个资料 也许这不是最新的 最新的是44个州 已经44个州 立法可以合法的针灸资料病人 但是你说的对 针灸指导都是针灸的 除了一两个州我知道 像新墨西哥州 他们好像把中药归入他的制造里面 但是中医药 主要是草药 在美国的医药主管部门 就是联邦政府的食品药品管理局 并没有把中药批准为是真正的药 那么现在这种中草药 在美国的使用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如果使用这种中草药 那么比如说像您中医师 实际上是针灸师 用针灸来治疗 这是在美国来讲是合法的 那假如草药怎么办 如果你使用草药的话 那在美国是不是就是不合法的呢 也不是完全这样 因为这个是有一个过程 就是现在他的正式承认是针灸执照 但是很多州 比如说马里兰州 我们那个州 他把这个中药也放到这个范畴里面 作为中医的一部分 所以你也可以 然后现在在全美有一个考试委员会 考试委员会 他把草药的考试 纳入一个考试资格里面 所以很多州去接受 你通过这个考试 接受你可以做些开一些方子 中药的方子 那么你刚才讲到这个草药的方法 它这个草药很广泛 现在很多的民众的大多数 大多数接受这个草药 都是单位的 比如说人参 比如说garlic 就是那个大蒜 蒜 它做成制成品提取 绿茶 现在很多制品绿茶 那些都是单体的 但副方的相对就比较少 副方的有几个困难 一个就是要求 这个开释方人员要求比较高 那么单方的话 它哪里都可以买到 就是像刚才讲的这个绿茶产品 那些 你倒 菜实际上就是食品 食品 就是一般补充品 或者喝这个营养品 或者像那个维生素一样 你倒是可以买 当然如果你作为治疗病的 一个方计 这个 做中医的军神 着实你开释方式 那就必须要专业的 这个医疗师 肯定开释方 所以现在就局限了 那个 它的使用 然后呢 还有就是很多民众不了解 对中医的营养五行 它很难理解 所以这也是一个限制 对广泛 普及中草药的应用 的一个限制 营养师 待会儿呢 我想再请您仔细的谈一谈 就是为什么呢 美国的食品药品 管理局 目前还不能批准 这个中草药 是作为一种认可的 这样的药品 好 这是美国追音 通过卫星电视和短播 现场直播的 保健业力节目 今天的专家话题是 中医在美国的发展 与面临的挑战 我现场邀请的专家 是美国马里兰大学 医学院的劳力型教授 我们在节目当中 会接听电话 欢迎拨打美国真一的 免费直播电话 向专家提出问题 美国真一 问您提供的免费号码是 10810 然后再拨打 866-837-5161 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地方 你可能要先拨打 108-710 然后再拨打 866-837-5161 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参加节目 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us新闻at gmail.com 再次提醒大家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接收美国真一的节目以外 你也可以登陆 美国真一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其他最新的报道 和影响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阿老医师 邀请专家现场解答你的健康问题 发病率最高的 通过电视短片 介绍医疗新突破 新手术 新药物 保健原地每周六 中国时间晚上9点到10点 一一为您送上 好 欢迎回来 阿医生 我们现在有一位观众打电话进来 是台北的陈先生 台北陈先生你好 你好 首先我觉得中医面临的问题 就是中药的标准化的问题是比较大的 像传统以来 因为中药不如西药的在药厂生产的程序 制成配方等等的标准化 陈先生好像把电话断掉了 不过陈先生大概的意思 我们已经听清楚了 实际上也是正好接着我们刚才说的话题 中药药 待会儿我还要念一个电子邮件 不过先接着陈先生的话题 接着刚才我们的话题 就是为什么美国的食品药品管理局 不能把中草药列为这种可认可的批准的药物 这很简单 它的食品药品管理局 它对在所有的食物药品 在社会上应用 它有一个规范 一般如果你没进行科学认证 就是临床实验的话 你当时安全的 不会出对人体因的伤害 像维生素那些 它就不要求你叫很严格的临床检验 你可以在上面基础的一些基本的安全性 它知道它里面什么有效成分 你就可以作为食品应用 它就不用规范 所以中药现在是这个情况下 如果中药要成为一个药物的话 像吸药这样 叫药物的话 你必须跟吸药一样的程序 有很多很多的步骤 比如说最主要一个步骤 就是要经过临床实验 临床就是严格的伤盲对照 这个实验 就是根据所有的吸药都这样来的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才能够进行 那么这方面做的比较少 就这方面在临床上 就是严格把中药和中药 上忙对照的实验相当比较少 那里面有很多困难 包括刚才陈先生提到 这个中药首先第一步怎么标准化 那么你临床测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个测的药 是你真正想测的东西 如果你没标准化 你每次来的药都不一样的话 你就不知道你测的是 真的是个药 如果你测出来以后 将来你用的是不是同一个药 就不知道 所以就面临这个问题 但是要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目前这几年来 很多国家 包括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很多的单位都对这个药物的 标准化很重视 所以开始对这个 花很多精力 就把这个标准化做起来 现在很多的药 现在标准化做得很好 就是它从产地 一直套到进场 它每一个程序都很严格 所以基本上它出来要能够挺一致的 就是不会差异很大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老医生 就是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 就是这个标准化的问题 这说的是草药 我们知道这个传统中医 在这个药物里头 还有很多是用的动物的这个气脏 你比如说蛇胆 熊胆 虎骨 这个当然中医的这个传统呢 受到了很多这个动物保护者的批评 那么中药不能进入美国的这种 真正的这个医学领域的这个原因 和这方面有没有关系 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在美国所有的中药 一般都不用动物产品 因为很多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因为我搞中医的 很多东西可以替代的 你必须一定要每一个都是要用动物产品 它每一类药里面都有动物 矿物和这个植物药 但是它里面 同一类里面 它也差不多功能的 所以你不一定要用动物产品 所以这个 你说对 就是现在很多引起这个 关于动物保护